为脸去知道吗 上尉没给我脸面 朱元璋受将败险 连叶子叶植们个个都封了馆 却唯独没有封上堪比萧和的李善长 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朱元璋大宴群臣之际 李善长称病不去 贼料朱元璋派人找上门来 我病了 先生没有病 因此上尉请咱亲子来请 说别人怕请不动你 刚一出了门 以晋升为大帅的汤河 却强行为李善长牵绑 李善长心里念叨完了完了 这下要被朱元璋拉去砍头了 不然怎么会让他的结拜兄弟 亲自给自己牵马呢 可见了面之后 朱元璋却指字不提 看到老朱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 李善长终于崩溃了 他再也顾不得文人的清高和尊严 善长向上尉请罪 您是先生 咱是学生 学生岂敢断先生的罪啊